先在后看养成习惯 柳如烟对我室友不好 他天天跟我抱怨 我建议他分手 转头他就把这话告诉了柳如烟 连我兄弟都说了 你对我一点都不好 还不嫌弃你 柳如烟大怒 借着一天夜晚 在江边拿着棒球棍埋伏打昏了我 他和室友一起把我撑僵 失踪几天后 警察来问有关我的事 室友无辜开口 之前他就心思有些阴暗 还一度让我跟最爱的女朋友分手 警察同志 这种人渣不配浪费精力搜寻 重活一世 我回到了室友 刚开始舔柳如烟的那一刻 室友问我 你觉得柳如烟值得我付出真心吗 我笑了 值得 值得 你们一看就可以百年好喝 我死后的第一个月 因为室友萧继伯和柳如烟 把我沉江弄死 我在外界已经失踪了一个月 警察来学校询问萧继伯 我生前有没有什么异样 萧继伯却是一副受了多大委屈的样子 对警官说 那几波尝试 孤儿生前精神方面就不是很好 我在寝室就是吃个饭 都会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还有我交了个不错的女朋友 他可能是见不得我好 还一门心思说 我女朋友给我戴绿帽 心里面相当阴暗了 我怀疑他可能是有什么反社会型人格 犯了什么事畏罪潜逃了 一定是这样 警察们从萧继伯的口中 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只好离开 而已经是灵魂体的我 漂浮在空中 却感觉痛的灵魂都要撕裂 萧继伯为了省钱 嫁过做饭 煎炒烹炸 弄得油烟熏满整个寝室 我呛得睁不开眼睛 他更是因为频繁使用大功率电器 差点失火发生火灾 我要是不骂 没准两人都得死在屋里面 至于柳如烟给他戴绿帽子 正是我亲眼所见 要知道平日里我勤工俭学 总会请萧继伯吃饭 联络感情更是大事小事 没少帮助他 结果我居然落下个这样的下场 我虽然已经脱离了躯体 但仍觉得心都在低血 警察走后没意会 萧继伯出门 我跟了上去 只见在一处教学楼拐角处 萧继伯对着浓妆艳抹的柳如烟 舔狗般讨好道 如烟 我一点都没对警察透露 咱们俩杀人的事 把继伯长说成了精神病 警察绝对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 这次 你能给我个请你出去吃饭的机会吗 柳如烟叫哼一声 算你做得还不错 随即柳如烟扭动着屁股向前走去 萧继伯舔了一下嘴唇 忠拳一般的屁颠屁颠跟了上去 满腔悲愤 而那透明的灵魂 也是随即消散在空中 再次睁开眼 我看着刘维的环境惊呆了 我坐在椅子上 处在大学时期的两人寝室之中 书桌上的一切 都是记忆中摆放的样子 我一时间有些头脑发懵 而这时 一张肥柱一样的脸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对着我开口 纪伯长 你说我和柳如烟到底般不般配啊 我终于意识到 我重生了 萧继伯看着我 一副举气不定的样子 我看着他 心里面却是生起无限的恶心 还有滔天的怒火 试想一下 谁能想到 有一天你朝夕相处的室友 一个你异地求学时候最亲近的人 居然和别人毫不犹豫地 把你沉浆弄死 甚至还在警察面前 辱没你的名声 正当我拳头钻得越来越紧 想到自己在深潭中挣扎到绝望 打算直接报复回来的时候 萧继伯在我面前挥了挥手 胡一道 继伯长 我看你脸色很差 你是生病了吗 我和萧继伯对视 揍他一顿没有任何的衣 就算是一刀给他弄死 我也不够痛快 相反 我不但要进监狱 而且那个贱人柳如烟 也不会受到惩罚 所以这复仇计划得慢慢来 不能急 于是我咧嘴一笑 拍了拍萧继伯的肩膀 我没事 不过阿伯呀 柳如烟跟你那真是天生一对 你可不要错过这么好的姑娘啊 萧继伯一愣 因为在这之前 我曾经看到柳如烟跟别的男人亲热 所以劝告萧继伯柳如烟不是什么好人 不过这次 我怎么可能拆散 萧继伯和柳如烟这对贱人 鱼找鱼虾找虾 乌龟专找小王八 像是这样的贱人 在一起锁死才好 免得危害社会 当然我有我的打算 毕竟在一起才方便报复嘛 在我的推波助澜下 萧继伯和柳如烟终于在一起了 起初萧继伯每天都是红光满面的 本身他就是个没什么背景 又没本事的肥宅 在我们院也是出了名的舔狗 巅峰时候 甚至一个人舔十几个不同的美女 只是连其中任何一个的小手都没拉过 甚至买礼物送人家 还被报警指控变态尾随 但是现在居然和身材不错 样貌也还说得过去的柳如烟成双入队 简直闪下了众人的狗眼 萧继伯也是因此得意 更是狭白个不停 只是没几天 我就明显注意到萧继伯脸色难看 更是传闻有人看见柳如烟在外面 直接给他一巴掌 一天晚上 萧继伯回到了寝室 凑到我跟前笑嘻嘻道 几哥 你学习成绩好 他家境普通 只是一直穿着假名牌在外面装扩 而柳如烟之所以跟他在一起 涂他丑涂他肥 还是涂他一个月洗一次澡 还不是以为萧继伯手上有点钱 钱是我就是因为借他钱 他非但不感激 甚至对我变本加厉 在我表示不还钱就不会再借的时候 他转头在班级群秘名诽谤我 继伯长真的恶心 穿着名牌领着助学金 我猜一定是走后门的 什么下次可得离这种人远点 站着人家贫困生的名额 怎么不赶紧死啊 从那以后全班人都孤立我 而没有人知道 我那鞋柜里面唯一的一双耐克 是我勤工俭学兼职送了一个月的外卖 把学费补上之后 路过一个二手鞋店 花了几十块钱买的 在孝继伯诽谤我之前 这双鞋我穿了三年 缝缝补补补不下十几次 拉回思绪后 我用着影帝般的眼睛 反倒是抓住孝继伯的双手道 阿伯 你怎么知道我全靠奖学金度日 今年奖学金已经吃发一个月了 我快吃不起饭了 你要不借我一点呗 一天要不到钱 反倒是要跟他借钱后 孝继伯赶紧后退一步 支支吾吾推辞 几个我也没钱了 你还是找别人吧 说完便逃 也是得离开了寝室 我坐在椅子上 面露冷笑 而看着桌子上的 未完成的毕业论文 我拳头攥了攥 这篇论文的实验 我准备已久 前世一位惨死 自然没办法完成学业 进入我梦寐以求的公司 这一世自然不能再错过 我拿起笔 笔珠和白纸摩擦 的沙沙声 在寝室里面响了起来 好不容易到了刘墨 我简单吃了一口饭 便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 时论文老师得知 我研究的课题后 被我颇为欣赏 因此特别向学校申请的 而我在这里学习 自然也是不用受到 萧继伯的干扰 我刚服案写作没多久 便收到了萧继伯的信息 继伯长 如言说图书馆人太多 没有座位 还很吵 我想着你有实验室 我们一会去你那学习 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你也不会那么小气 倒不让我们过去吧 那样我看不起你 我看着他发的两句话 不禁感觉到好笑 学校给我配置的实验室 你还一副说了算的样子 完全没有征询我的意见 都惯得什么臭毛病 再说那柳如烟 跟他在一起是学习吗 分明就是潦草打混 要是让他们来到我这里 那我就不用学习了 我下意识地打算 抽骂他一顿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不过脑袋里灵光一闪 忽然就改了主意 只是骂他一顿 那也太便宜他了 还是得给他来点精彩的才行 十分钟后 柳如烟和萧继伯 出现在了我所在实验室的楼门口 萧继伯跟在柳如烟的后面 一脸殷勤地打着伞 只不过柳如烟似乎并不领情 在前面扭动着屁股 也不管萧继伯跟不跟得上 酷鼠把萧继伯的衣服 晒得都湿透了 他更像一头肥猪了 而正当两人准备走进去的时候 一个同城跑腿来到柳如烟跟前 你好 你是柳如烟吗 柳如烟愣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跑腿拿出一个精致的红丝绒盒子 打开里面是一条金灿灿的项链 逼了过去 这是有人让我送给你的 柳如烟顿时眼睛一亮 拿在手里后反复看了看 这才回过头看了萧继伯一眼 随即拿过萧继伯手中的伞 虚伪一笑 伯哥哥 你真好 这金项链我很喜欢 你这么有实力 早说呀 这些日子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 柳如烟前后变脸 让萧继伯手足无措 只是那金项链更是让他有些纳闷了 那金项链压根就不是他送的呀 不过 想到有可能是别的舔狗追柳如烟送的 这下为自己做了嫁衣 萧继伯脸上更是笑容愈发灿烂 这时跑腿见自己完成了任务 开口道 那我就走了 对了 柳如烟女士 送你金项链的刘子达刘先生 让我告诉你 没事去他的会所做一做 什么 一句话让柳如烟和萧继伯都愣住了 柳子达是我们院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据说大一的时候就让女学生怀孕 最后流产 离谱的是 他还是睡了别人的女朋友 简直臭名远扬 而萧继伯听到柳子达的名字 直接激动地抓住了柳如烟的手 喊道 柳如烟 你跟柳子达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到底为什么送你金项链 还有为什么让你晚上去他的会所 你说话呀 柳如烟 我对你那么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萧继伯激动地脸直颤抖 脸憋得通红 他不敢想象 自己当了这么久舔狗才追到的女神 背地里到底和别的男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萧继伯没等到柳如烟的回答 却是先被柳如烟当众扇了一巴掌 紧接着 柳如烟指着萧继伯的鼻子破口大骂 萧继伯 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你有什么呀 老娘我让你舔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你也不撒抛尿看看自己拿点笔的国人家刘子达 柳如烟声音很大 一时间周围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我趴在楼上的窗户往下看 一手喝着冰可乐 一边笑盈盈的静待后续 毕竟这场小闹剧是我精心策划的呀 在收到了萧继伯的信息后 我联系了一家跑腿 花了几十块钱买了一条金项链 并且让跑腿来楼下等着柳如烟来送给他 跑腿临走前所说的话 也都是我早就安排好他那么做的 至于刘子达和柳如烟之间有关系 也是早就听说 只是今天的话算是彻底印证了 如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证实了柳如烟把萧继伯当大冤种 戴绿帽 我现在还真挺好奇 作为资深舔狗的萧继伯会怎么办 心里面想必一定很痛不欲生吧 被柳如烟当众扇了一巴掌后 萧继伯这个恼肿却是直接哭了 跪下拉住柳如烟的裙摆毫了起来 如烟 你不要离开我 我是真心想对你好 求你了 没有你 我活不下去 实在不行的话 你晚上就去刘子达那边 我不管你 只要白天你跟我在一起就好 卧槽 微观的学生们一个个都傻眼了 属实是没想到 萧继伯居然舔狗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嘴里的薯片一时间都忘了脚 萧继伯就差说出那句实在不行 我们三个将就一下 在一起过日子 事情的发展属实也出乎了我的意料 柳如烟的脸也是阴晴不定 毕竟萧继伯在他面前跪着 他也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跟着一起丢脸 突然 看热闹的人群中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快散开 辅导员带着孝景来了 顿时刚才还看热闹的人群轰然散开 我心中也是被感可惜 本来还想再看着热闹 吃个自热小火锅呢 现在看多半是没机会了 四散的人群中 只见柳如烟又是扇了孝季伯一个巴掌 随后催了一口唾沫在地上离去 而孝季伯呢 仅仅是迟疑了片刻 便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我不由得心中感慨 果真是天生一对 居然还想着举报 人家有了两人上次闹出的丑事 在那天之后的两人 彻底成了无数人口中的谈资 两人平时都早出晚归 生怕别人看见 也正因如此 我也过了一段清静日子 为了把闭设做好 我更是直接把寝室里面的被褥一收拾 直接搬进了自己在学校内的实验室 只要把这个闭设做好了 就算是拥有了通往世界500强公司的踏板 这对于我来说自然是至关重要 只是好景不长 一小段清静的日子 让我忘记了肖继伯的本性 一天下午 我正在实验室里面搞研究 门却是被砰的一下打开 回头一看 居然是肖继伯 此时的他站在我们院院长的身边 肖继伯指着我 对着院长一脸气氛道 院长 他就是继伯长 已经夜不归宿快半个月了 完全无视院内纪律 最要命的是 这样的人 居然之前还连得三年的优秀学生 甚至今年还要评为十家大学生 这如何能够服众 我建议给他最严厉的处分 在他档案里永远留下来 让他时刻记住自己犯下的错 我似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 不由的脸色冰寒 不用想也是肖继伯搞的鬼 因为之前我没有借钱给他 再加上因为没钱 柳如烟肯定没给他好脸色 于是他就把火撒到我身上 这段时间我忙着闭设 没抽得出功夫报复肖继伯 没想到还自己找上门来了 院长看着我 开口询问 继伯长同学 肖继伯说的一切属实 肖继伯看着我 面露得意 毕竟我的行李都在实验室这里 实验室里面更是放了一张单人床 很显然就是在这边住了一段时间了 想必我也是百口莫辩 要是真的因此背上处分的话 进入档案后 那就成为了一个污点 进入五百强企业的话 更是直接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前世这狗东西和柳如烟把我沉浆 如今我重生回来 他依旧想毁了我的人生 还真是找死 我真恨不得直接弄死肖继伯 但是我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们之间的账还得慢慢算 想了想我拨通了一个电话 很快我的论文老师来到 见到院长 论文老师变 直接解释是我让小姬在这的 这是我上报辟设课题后 校长专门给小姬安排的实验室 一旦辟设完美完成的话 对前沿领域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想院长应该不会阻拦吧 院长一听 连忙摇头 阻拦那可就不是阻拦我了 而是相当于忤逆校长的话 院长反倒是对着我挤出笑容 拍了拍肩膀道 后生可畏啊 好好干 院里面的一切福利我都为你争取 我笑着答应下来 随即院长转身 看见校继伯老脸便拉了下来 劈头盖脸的数落道 一天天脑子用不到正地方 有这样优秀的同学 跟人家学习都来不及 居然还想着举报人家 回去给我写一万字的检讨 错一个字重写一篇 院长甩秀离去 看样子是气得够呛 至于校继伯恶狠狠地看着我 嘴巴动了动 灰溜溜离去 那口型分明是你给我等着 我眼睛微眯 喃喃自语 我的好室友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啊 几天后的晚上 我回到了寝室 当孝继伯见到我的那一刻 他是愣住的 估计他从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会回到这个寝室 然而更令他惊讶的还在后面 对于之前的事情 我只字不提 反倒是跟肖继伯开着玩笑 似乎已经忘记了之前的不快 由于我不在寝室 肖继伯每天也不打扫里面 外卖盒和垃圾堆成衫 我干脆拿起拖把收拾了起来 并且对着肖继伯笑呵呵道 伯哥 你帮我去校外超市买一袋清洁剂呗 麻烦你了 肖继伯怀疑的看了我几眼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起了身 毕竟他只要去买一袋清洁剂 就可以让整个寝室有个舒适的环境 他当然是求之不得 只不过他刚出寝室 我便笑了 扔下拖把跟在了他的后面 我看了一眼手表 这下可是有好戏看了 很快我跟在肖继伯后面 来到校外的超市门口 肖继伯刚准备走进去 却感觉有些不对劲 不远处的树林中 好像听到了男女说话的声音 顺着声音来到跟前 肖继伯呆住了 刘子达坐在椅子上 而一个穿着蕾丝制服的女人 正坐在刘子达的身上和他接吻 后面甚至还有一条粉色的狐狸尾巴 小剑人 肖继伯和我 你更喜欢谁 哥哥 那肖继伯不过就是我的一条甜狗罢了 我从来都不把他当人看 怎么可以和我的刘哥哥比呢 那女人自然是柳如烟 看到这一幕 我注意到肖继伯顿时脸色异常精彩 而这一切 正是我想看到的 就算是肖继伯那样的甜狗 看到自己女朋友这样 多半也是受不了吧 果然肖继伯瞬间红了眼 低吼着挥起拳头冲了上去 柳如烟被吓得大叫 至于刘子达 被肖继伯一拳打出了鼻血 骂骂咧咧道 踏骂的 肖继伯你敢跟我动手 只要死是吧 很快两人便扭打在一起 柳如烟在一旁挤得直哭 生怕自己的刘哥哥 被自己的甜狗打坏 还真是精彩呢 我笑容愈发灿烂 不过嘛 还可以更精彩一些 按道理也快到时候了呀 我看着手表 喃喃自语 而这时不远处 出现另外一道人影 刘子达 你不是说今晚累了在家休息吗 你他妈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 这就是那个勾引你的贱人 柳如烟是吧 看我今天不抓破他的脸 这个人正是刘子达的正牌女友 社会大姐大赵雪 见到刘子达背着自己偷情 赵雪怎么可能咽下去这口气 因此赵雪暴怒之下 先是给护着柳如烟的刘子达 直接一脚踹开 紧接着便是一只手 直接把柳如烟的头发拽了起来 一阵拳打脚踢 你马的狗见人 居然敢勾引我男人 今天你死定了 赵雪本身就是混迹于黑道的 因此没几下 便把柳如烟打得痛不欲生 这时一旁的萧继伯开口想拉架 我告诉你 你在动我女朋友 我就叫人了 赵雪打柳如烟的手停了下来 看到萧继伯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踏马一个给柳如烟这种烂货 当舔狗的人 还敢威胁老娘 说吧 赵雪从地上捡起一个木棍 猛的一下 直接把萧继伯打翻在地 紧接着便是被赵雪 打得在地上接连哀嚎翻滚 一旁的柳如烟则是双手抱头 哭哭嘀嘀道 你打死萧继伯这个死舔狗 可不可以就别打我了 不远处的我注视着这一切 差点没笑出声来 头心被抓包 还有一个死舔狗 这场面也是够狗血的 不过看似是巧合 实则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之所以让萧继伯 特意去校外的超市买清洁剂 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看到 刘子达和柳如烟出轨 而刚回到寝室 我假装忘记之前的不快 目的就是打消她的疑虑 让她放心去买清洁剂 以免发生差错 至于赵雪 也是我匿名打电话 告知了刘子达出轨的人和地点 她这才赶过来的 一切都是那么紧张刺激 最终十几分钟后 以赵雪拎着死狗一样的刘子达离去 而宣布闹剧告终 我原以为经历这种事 刘子达再怎么舔狗 也不会跟柳如烟在一起了 毕竟青年所见 被戴了绿帽子这种事 什么男人能受得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我更加大跌眼镜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 洗漱完回到寝室 却注意到萧继伯在寝室里面 反复跌步 自言自语 如烟没错 一定是因为没有安全感 才会被刘子达所骗 都是我的错 只要我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直接跟他求婚的话 如烟就会永远跟我在一起了 我脑门顿时浮现一抹黑线 直到这时 我才发现萧继伯 居然可以逆天到这个地步 头顶着青藏高原 居然还能自我疏倒 真是绝了 萧继伯注意到了我 双眼发光 攥住我的手道 继伯长 你现在都有自己的实验室了 平日里也没什么开销 手头一定有钱吧 反正你也不处对象 没地方花 把钱都借给我 要不然我就要失去如烟了 我三关正碎 强忍着恶寒 蹦出来一个字 滚 几天后 一家世界500强公司 空降我们学校 寻找两名优秀的学生 去他们公司实习 我过五关斩六将 最终通过了面试官的考核 临走前 面试官把另外一名 通过的学生微信发给了我 让我们彼此联系 我成功加到对方后 看着对方的网名 却瞪大了眼 百度人 我忽然想到前世 当萧继伯对着警方抹黑我的时候 在短视频平台上 只有一个叫百度人的ID 不停地为我证明 竭尽全力的论证 萧继伯和柳如妍有问题 只可惜 大家被萧继伯的言论先入为主 最终证明 这件事也没有翻起什么浪化 会是同一个人吗 我通过了好友申请 聊了一会 得知她是一个女生 真实名字叫苏南 很好听的名字 像是会做那些 富有正义感的事情的那种人 晚上的时候 我见到了苏南 她长相甜美 化着淡妆 穿着白色的短裙 让我看呆了 对了几句后 她问道 你一个人准备去那边就好 我就不和你去了 为什么 我有些不解 即便是像我们这种重点大学 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 实习的机会也是不多的 如此宝贵的机会 她居然说不去就不去了 然而过了几秒钟之后 我的疑虑瞬间被打销了 那个 其实旺达地产 是我家开的她说 我愣住了 原来是万乐的资本家 我早上去食堂打工 白天在图书馆努力学习 晚上又到烧烤店做兼职 为的自然是多赚一点钱 毕竟魔都和我上大学的地方之间 路途遥远 往返的路费 回在出门的时候 看到手握宝马方向盘的苏南 真巧 又见面了 上来吧 截至好勉为其难的烧你一程啊 她笑着说 我起初还不习惯 毕竟两人不是太熟 天天坐人家车怪不好意思的 不过脑海中 一旦把她喝 那个为我证明的百度人重合后 我便释然了许多 毕竟那么富有正义感的人 自然也是乐于助人的呀 出发去魔都前两天 我不再干兼职 简单清点了一下 这段时间赚的钱 加上奖学金 已经有七千多块 往返魔都完全够用 因此 我找到一家不错的烧烤店 请苏南吃饭 作为这段时间 晚上烧我回学校的报答 苏南也是不含糊 吃掉了三百大羊 临走之前 苏南烧我回学校 偶然开口 记得晚上赏出来 你忘了自己有夜盲症吗 我猛然看向苏南 心中却是充满震惊 因为我患有严重的夜盲症 这件事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人 那苏南是怎么知道的 我心中不解的时候 苏南摸了摸鼻子 转移话题 对了 我从小就有丢三落四的毛病 就是说苏南十分了解我 如果苏南就是 前身那个百度人的话 那他为什么会对我知道的这么详细 为了防止尴尬 我没有追问下去 我有预感 距离我知道一切真相的那一天 不会太远 甚至近在咫尺 第二天 也就是出发去魔都的前一天 当我打开实验室柜子的时候 顿时心中直呼不妙 那原本放在我柜子里面的 七千多块钱 却是不翼而非 我快把整个实验室 都翻了底朝天 却是依旧没有找到 竟想偷钱 我暗自想到 谁能想到会来我的实验室偷东西呢 我稍微一思索 萧继伯的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毕竟学校的安保很严格 基本不会让小偷进来 至于能来到我实验室偷东西的 一定是对我十分了解的 除了萧继伯还能有谁 恰好这时 一旁在门口经过的老师说道 萧继伯昨天来实验室了 说是帮你取东西 我顿时怒火中烧 一番打听 这才得知萧继伯被人 撞见和柳如烟 去了米兰西餐厅吃饭 那是我们这附近 消费最高的西餐厅 人均四五百 他萧继伯拿来的钱 这一切已经不言而喻 此时我立即打车赶了过去 只是刚到西餐厅门口 正当我看见玻璃里面的 萧继伯对着柳如烟一脸讨好 准备冲进去的时候 砰的一声 我只觉得脑袋一晕 回头一看 是一个黄毛 手中拿着一根仿真紧棍 黄毛自着牙笑呵呵道 兄弟 你看到的那位是我金主 我也是替人办事 你得罪了说完没等我反应过来 又是一棍打在我的脑袋上 我顿时眼冒惊心 浑浑沉沉地倒了下去 当我揉着胀痛的脑袋起身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米兰西餐厅 不远处的小巷子里 已是深夜 萧继伯和柳如烟 自然也是早就没了踪影 估计黄毛也是怕闹出人命 所以没有对我下死手 而我也是攥紧了拳头 双眼赤红 重活一世 本来我想先进入旺达地产 冤一下我的事业梦 再解决前世之仇 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 复仇放在首位 此时我在心里面 彻底给萧继伯和柳如烟判了死刑 并且必须立即执行 第二天 柳如烟和萧继伯 从情人酒店里面回到了学校 他们刚一进校门 便发现同学们 一个个都闹得神采飞扬 好像是有什么大新闻 只是柳如烟和萧继伯 平时人缘都不好 所以没人愿意告诉他们 柳如烟按捺不住 便敲咪咪地跟在了一伙人后面 由头男神秘兮兮地说 兄弟 听说纪伯长昨天中彩票了吗 据说是一千万呢 小中芬也附和道 是啊 我也听说了 柳如烟站在原地 眼睛瞪大 钻紧手喘粗气 吃下块嵌入肉都仿佛没感觉 后面的萧继伯不知怎么回事 来到柳如烟跟前 笑嘻嘻道 如烟 有了纪伯长的七千块 咱们什么都能买得起 晚上去给你买阿玛尼口红怎么样 买你吗 柳如烟朝着萧继伯 就是一脚高跟鞋 鞋底踹的萧继伯 腾得一阵哀嚎 没等萧继伯反应过来 柳如烟拽着萧继伯的衣领 怒声道 继伯长 他踏马买彩票 昨天中了一千万 一千万他也配花 一千万 一个没爹没娘的建筑 不如把钱给有需要的人 就算是弄死他 这笔钱我也必须拿到 很快 柳如烟便打听到我在不远处 得一家酒吧包间里面消费 于是他拿着一把弹簧刀 冲了进去 结果没有看到我 却看见了包间里面的 十多个面色不善的男人 还有桌子上的一包包白粉 赫然是毒品交易现场 即便是柳如烟没什么脑子 也知道自己撞进了 不该看见的场面 于是他扭头想走 却是被靠在门边的男人 粗暴地拉进了屋子 他想要尖叫呼救 却是被男人夺过弹簧刀 连插三刀 当场中伤 可能柳如烟做梦都没有想到 那把刀没有杀死我 反而害了他自己 等到救护车来到 把柳烟拉到医院抢救后 虽然没死 但是也就只吊着一口气了 我也来到了医院 萧继伯看见我哭肿的双眼 瞬间发光 继伯长 拜托你救救如烟 你那么有钱 你出钱救他 不是说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吗 我不禁冷笑 道德绑架够幼稚的 我除非是脑子嗅斗了 才会花钱去救杀死我的凶手 鬼远点 别让我叫保安 萧继伯似乎还想说什么 我看到我之后 却是露出一丝惊恐 我嘴角一勾 柳如烟 你还真是找死 我根本没有中彩票 你听到的我中奖的消息 是我故人故意演戏给你看 包括我在酒吧包间的消息 也是如此 如今到这一步 还真是只能说你活该呢 听到这一切后 柳如烟呼吸是愈发急促 身子也抖动不停 我默然开口 去吧 柳如烟 你也该死了 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 话音刚落 柳如烟双脚一蹬 身体僵直 心电图陡然变成一串直线 我转身离去 心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意 柳如烟前世把我溺死 我重生回来 他又想拿着刀抢我的钱 骂我是没有爸妈的剑种 这种人留在这个世界上 也是祸害 如若他这一世 没有想害我的心思的话 那么他尚且还有一丝生机 只可惜那把刀 害死了他自己 我给了他唯一的生路 是他自己把唯一的一抹光亮 再次毒死 柳如烟死后 肖继伯据说 当时在医院里面差点疯了 最终整个人彻底失踪 我暂时没管肖继伯 而是跟苏南 让他跟老爹打了个招呼 随即我便坐上了 通往魔度的列车 一个月的实习后 苏南他爸注意到了我 十分欣赏 让我毕业后 直接来他们公司 成为正式员工 我心里面也是高兴得不行 十余年的寒窗苦读 为的就是日后人生路上 有一个好的开端 钱是因为不幸遇害 导致我无法圆梦 好在这一世终究是做到了 实习结束后 我次日赶回了大学的实验室 只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失踪许久的肖继伯出现了 见到我之后 肖继伯直接扑通一声 对我下跪 继伯长 你就看在我们往日的 室友情义上 帮帮我吧 我快要活不下去了 此时的肖继伯 衣服破破烂烂 浑身伤痕累累 很难想象这段时间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一番旁敲侧击后得知 肖继伯因为在柳如烟面前装阔起 因此背上了不少的高利贷 立滚立后 肖继伯没有偿还能力 情急之下 听说搞赌盘赚钱 结果彻底债台高筑 每天被暴力催债的人殴打 他来到我这里 是觉得自己再这样下去 要被打死了 我注视着肖继伯 却是不禁摇头 多可笑啊 此时的肖继伯 就像是一条狗一样 眼巴巴地看着我 似乎认定 我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笑咪咪点了点头 你先待在这里避避风头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去 肖继伯痛哭流涕 肖继伯终于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试图从后门溜出去 我确实提前埋伏一旁 待肖继伯就差一步 迈出后门的时候 伸出一只脚 砰肖继伯向前倾斜 一下子摔在地上 脑袋磕出了鲜血 他看着我 眼神中充满了怨毒 试图起身弄死我 我却是一脚踩下去 让他刚才努力攻起来的身子 再次和地面来个亲密的接触 砰肖继伯见动手不行 张开了嘴 为什么 我不懂 继伯长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微微一叹 是啊 所以我到最后 被你和柳如烟沉枪害死 死不瞑目 肖继伯一愣 似乎有些没明白 只是他也不需要明白了 很快三四个警察同志来到 给肖继伯靠上了冰冷的手铐 光是开设赌局这一件事 就够他把牢底做穿了 没明白的事情 就让他在牢房里面想明白吧 反正在那里面有的是时间 半个月后 我得到了肖继伯最终的审判结果 有期徒刑12年 12年后 他已经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青春 跟不上时代 出来后跟废物依旧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在绝望的余生中不断忏悔 苟延残喘地度过 而许久未见的苏南 在毕业典礼后主动找到了我 我微微一笑 那个曾替我仗义之言的百度人 就是你吧 苏南点了点头 没等我张嘴提问 苏南便主动告诉了我一切 原来苏南曾因车祸差点与命 在冰死的时刻 听到了一道声音 问他是否愿意成为百度人 担任之后即可免死 苏南发现了我 这才让我有了这一世的机会 我有些不见 那你怎么知道我有夜盲症 苏南傲娇地白了我一眼 我都能让人重生了 知道你有夜盲症也是合理的吧 那倒也是 我想到前世苏南为我证明付出的辛苦 因此郑重地朝着他鞠了一躬 谢谢你 苏南苏南不自然地摆了白手 我的职责而已 不用谢我 过好你现在的人生 就是对我最好的汇报 我点了点头 恰逢论文老师叫我跟他合影 我跟苏南打了个招呼后跑了过去 苏南站在原地若有所思 这时一个银发的少女 出现在苏南的身边 苏南 你怎么还没告诉她的真实身份 银发少女问道 苏南撇了撇嘴 她的能力是穿越过去改变未来 比我的能力还要变态 现在告诉她怕她蹬鼻子上脸 至于要不要让她加入百度人 还得经过我的考核才行 银发少女叹了一口气 也对 百度人毕竟是份苦差事 给别人带来希望的人 往往自己是最绝望的呀 在所有人都不经意间 两个人瞬间消失不见 而这时我目光闪烁 心中坚定 这个百度人我当定了 毕竟是苏南给了我崭新生命的机会 而如今 我也想将这样的机会赋予别人 哪怕是一抹微光汇聚在一起 都可以划破天际 复仇永远不是结束 未来属于我这个百度人的救赎故事 才刚刚开始 全文完结